中秋連續四天假期是合家團圓出遊的好日子 不過對於遠景來說還是得辛苦堅守崗位 為轄區交通治安投注更多心力 而為了慰勞他們的辛勞 但隨著警友會辦事處主任林清泉今天上午 率領辦事處的幹部 帶著上本鄉的物資水果裡頭還有應景的柚子 要前往分局慰問遠景的辛勞 分局的志願志下都做得非常上湯中 水地安都非常幸好 所以在警衛會做到我們分局的後段 用我們來支持人來做一個 我們今天中秋的拜訪夾委員 而且如果我們送到所有水果和油 和我們外面來對每一個環境的彼此奉獻 來做一個感恩 是代表我們警衛會全體我們的動輪 來對分局 在緣工 我們這些動輸 以及我們全國立法 來收一支 中秋節快樂 在分局長林附註的陪同之下 淡水金友會包括了主任林清泉 還有五位副主任 以及派出所的站長到各派出所走透透 金友會辦事處特別精心準備水果 還有應景的柚子以及月餅 讓每一位員警都能夠感受到過節的氣氛 肯定警分局全體同仁 為轄區內的治安交通的貢獻 並且祝福所有的同仁 嘉節愉快 那在中秋嘉節的前夕 我們淡水金友辦事處 在我們主任林清泉的率領下 帶領著我們的副主任 羅祖青等幹部還有我們各警友站站長 到我們淡水分局還有各派所來慰勞我們同仁的辛勞 也提前歡度中秋嘉節 我們也感謝警友辦事處還有我們轄區的議景民房 志工 義交等等 對我們分局的支持 關懷還有協助 分局掌鄰附助表示淡水為北部重要的觀光景點 而在接下來連續四天的中秋連假 對淡水交通負載是一大考驗 而對於在假期間無法休假的同仁 堅守崗位認真執勤 也特別感謝警友會全體會員 對警察工作的認同支持 以體恤 讓員警感受到有一股溫暖的支持力量 在轄內治安交通付出的努力之餘 不會感到孤獨無緣 這是亂一帶水財寶寶島